科研也许会枯燥到你难以忍受 但科学仍然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奇妙现象 Alpon的进入话题 神奇的科学现象 鲁珀特之类 让融化的玻璃靠重力自然滴入冰水中 你就会得到世界上最神奇的蝌蚪状泪滴 鲁珀特之类 随意敲击泪滴的大头部 你基本无力损毁它 但只要对尾部稍加实力 鲁珀特之类瞬间就会爆裂成粉末 百年来科学家一直好奇 是什么造就了鲁珀特之类无比强硬又无比脆弱的矛盾特性 后来发现源于内部不均衡的压力 尾部恰好是它的七寸 甲子催眠 养过喵心人的小伙伴应该都注意到过 只要掐住猫的后脖颈 小猫立刻一动不动 就像被点了禁止血一样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教授 对31只猫做了甲子实验后 发现30只会出现这种甲子催眠现象 之所以甲子催眠会出现 是因为部分哺乳动物班孩子 几乎只能靠嘴咸 但四肢和尾巴不好刁 剩下背部和脖子一比 脖子大小正合适 哼 我有点怀疑武松之所以能够打得过那只老虎 指不定就是掐住了那只老虎的后脖颈吧 法老之蛇 作为世界上最污最诡异 且最知名的膨胀反应 正宗的法老之蛇烧的是剧毒的流情化拱 大家千万不要贸然尝试 但家庭版的法老之蛇可以采用糖和小苏打 四比一混合 并加入酒精 之后再点燃就能够重现了 马兰哥尼效应 1855年 物理学家扎姆斯·汤姆森首次发现九恒现象 然后1865年 意大利的物理学家马兰哥尼 将这种现象写进了博士论文 自此马兰哥尼效应被推出 这种无意伦比美丽的形成原理 是当两种液体的表面张力不同 或同种液体但浓度不同时 弱张力液体就会向强张力液体移动 小伙伴们还有哪些日常现象你觉得不可思议呢 留言评论吧 小伙伴们还有哪些日常现象 小伙伴们还有哪些日常现象你觉得不可思议呢 小伙伴们ctors